最近的郭敬明真的是红得厉害 每每出现都能立即登上热搜 比宣传电影的时候都奏效 这还多亏了前段时间 作家李峰指控郭敬明的新闻 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 据李峰爆料和自己一样 遭受郭敬明骚扰的男生 自己知道的至少五位 不过对于李峰的指控 郭敬明却表示完全捏造 已让律师处理 虽然目前没有出来结果 但是郭敬明的关注度确实大大提高 不过代价就是郭敬明这三个字 越来越成为许多人的黑店 近日郭敬明亮相上海某机场 白色T恤搭配棒球衫 头戴棒球帽 墨镜遮面惹人注目 但是郭敬明身边高达的帅哥 却成为网友议论的焦点 两人也算得上是最萌生高查了吧 虽然绯闻缠身 不过郭敬明看起来心情十分不错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